老敬姐妹 你們好 我們今天第二課繼續 我首先回應一個問題 有同學問我關於做功課的事情 我現在再次講另一個例子 譬如我用的例子是耶穌說 凡羅古丹重担的人可以做我自己的理論 我心裡有何要求你當父我握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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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握床的樣子 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們的生命和事物都可以在耶穌裏面經常 在耶穌裏面經常 我再想一想前文 譬如說在耶穌裏面有輕盛的生命和事物 好 第一個隱言就是負面反應例子和正面例子 反應例子就是很多標途或者甚至事物的人 都很大壓力 很多擔心 正面例子就是有些標途很放生 很全身以靠神 他們就沒有什麼擔心憂慮 不過事實上是這樣的標途很少的 好了 第一點就是神的本性 和恩典 其實應該整個叫神的本性和恩典 那本性和恩典是什麼呢? 就是 耶穌說我心裡有何天卑 祂是很柔和天卑的 而且祂是很安息的 所以祂能夠安息自給我們 祂本身就是安息的 雖然祂有億萬人要做 但是祂能夠在這麼多事情做的時候 祂有這個能力 祂能夠叫我們平安卿賞 這也是神的特質 全世界的宗教都沒有說到一個神是這樣的 因為祂也沒有能力 譬如中國風神榜的那些神 經常都吵架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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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問題 好像人的問題一樣 好了 那你就有什麼難所人 有些人能夠活出這個興省呢? 因為人就是習慣看事情 事情順利就會不擔心 一有些問題就立刻擔心 還有做什麼都覺得是我負責後果 這一點是非常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說 我們別人奴婦 你收他奴婦 享受他奴婦的那個宗教 其實奴婦的那些神 要欺騙耶穌重複說兩次 因為我的欺騙是這樣的 你們幫助我欺騙 是我的欺騙 是耶穌要欺騙耶穌負責 所以是耶穌負責 就是祂負責我們的欺騙 但是很多人就自己要背後果 其實欺騙負責什麼呢? 倚靠神、親近神、遵徒神 做神辛苦的 後果就是在神的手中 當然我們會去找方法 如何做到宗教徒 但是呢 不能夠背著那個後果 就是為什麼 我們如何可以興省呢? 第一 從聖經看到神答應的事情 是祂一定做的 而且神在我們生命中 祂答應的事情 祂真的在我們生命中 不必做的 所以我們知道 神是一定會幫我們 我們親近來祝徒 祂一定會祝福的 我們看到那些聽話 聽教徒 或者聽神說的教徒 他們的心裡不太平衡 但是那些不聽話 那些擔心的 越擔心就越多問題 好了 提神來警告 這個是屬於介名的項目的律法 因為我們不是只有恩典 也有介名和律法 提神來警告 那個人揹著重膽 是不會有保護的 也很辛苦 也容易有存在問題 不必理他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你不用理他 他就不得了 提神來警告 就是當人揹著他的擔心 反而他做得不好 而且他會用不習手段 這個是有警告 這是神起業的 好了 最後就是提神了 提神就是說 我們 所以大家就說 我們 不要再揹著膽子了 我們 是神很輕盛的 深信 這是他騙 他騙了 他騙著膽子 其實剛才我修改一下 那個次序 一就是恩典 恩典還成本成的恩典 第二就是 難阻人 得到神 活出神的恩典 第三點動作就是 警告 聖經的警告 提神和警告 就是將他倒過來 然後 第四就是 如何 第五就是 挑戰 挑戰其實不是一個要點 就是好像一個信息 挑戰大家 我們何必會這麼顯淡呢 我們可以輕輕輕輕輕地 帶出 教徒神給我們的生命 OK 有沒有問題 想問 就知道我所說的 這裡 你們都可以 凌达到 那個意思 因為我們 下面那裏 就順次去看聖經 就會講完這些項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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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再見 我們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